跑便利商店标榜着极点来换踢踏舞公仔 那么可爱的程度让消费者抱怨 跑了好几家都换不到 可见这个公仔真的是很吸引消费者 那么现在的对手也以积极可爱的 这个小熊娃娃来应战 强调说这个小熊的背后呢 是蒋友伯公司跟小猪罗志祥 潮牌设计团队合作的 要跟这个踢踏舞公仔一较高下 极点送踢踏舞公仔的超商赠品 现在越来越多消费者抱怨 只能看却换不到 利用这个可爱商机 店面已经换出几十万只 不过对手可没有休息 马上推出毛茸茸的小熊 扮演童话故事里的主角 猜猜他们是谁 从前从前 小红帽在森林里 遇见白雪公主 他们带着小王子 询问度最高的其实是这只小红帽 对 因为这个小红帽 它穿着的这个斗篷 颜色非常的鲜艳 对 然后它这个后面的帽子 还可以让它变装戴在头上 熊熊不止变装成童话故事主角 而且仔细看 熊熊的娃娃设计 和身上服装行头打扮 也都是名人设计团队在背后操刀 有成果为我们的温馨小管热灌器 所设计出来的一个 只有冬季限定的代言人 这些造型都是在今年的部分 尾由这个现在目前很流行的 这个潮牌stage 那就是艺人罗志祥所带领的这个团队 来进行设计 比起去年的同期 这个业绩能够成长 大约一到两成左右 在好神公仔 换出410万只热潮之后 不让踢打舞公仔专美于钱 趁着冷冷冬天 业者推出毛茸茸的童话故事系列 未来同样也会推出隐藏版 熊熊会扮演童话故事中哪个主角 业者坚持卖关子 不顾肯定的是 只要推出买东西集点 送娃娃或是公仔 业者拍胸不保证 两个月活动 基本换出百万只 是小case 重点新闻 张敏红杨一帝 台北报道